这群媒体上常常的感谢文 是邹小姐从高雄搭火车到花莲的金魂祭 大概到台东我就不舒服 一直胸口很痛 17号当天约中午的时候 她胸口突然疼痛难耐 身体无力 求助列车长广播寻求医护人员 后来就有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 很慈悲 就过来帮我按穴道 然后帮我瞧姿势 帮我的腿抬高 然后就是帮我做一些 她尽量能做的舒缓的动作 惹行助人的就是这位 慈悸科技大学社妈梁奶凤 本身有医疾人员背景 当时听到广播 立刻从二车直奔到四车 帮助邹小姐舒缓不适 帮他们按一些穴道方面 还有手的穴道方面 她说怎么会这么有效 那我就从第二车搬过来第四车 我就坐在她旁边 所以我就陪伴她一直到花莲 不止如此 凉奶凤还帮忙挂了心脏科门诊 医师提醒遇到这种状况 让空气流通很重要 所以其实不只是身体的问题 有时候是心理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空气不流通 有时候你会造成你有一些压力 什么都可能造成这样子 不过应该可以做事 应该还是休息 躺下来或是坐的 让她不要移动这样子 索性检查没有大碍 邹小姐可以平安放心的回家 也见证了紧急时刻处处有温情 贵人啦也碰到两个列车厂 我要很谢谢她 我就说真的是处处有温暖 大爱新闻 郑声铭谢云山邓明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